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土的大圆脸 隐生生混成了TVB一代标志性人物 他是收视福相 也是豪门坠性 他更是港片中无人能撼动的食奶杀手欧阳振华 欧阳振华原名叫欧阳药权 他在TVB的经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多年龙套熬成势地 尝遍人间的辛酸苦辣 才品尝到生活的甜 他早年住在九龙方角地区 毕业于廖宝山纪念书院 这所中学的知名校友大多是演艺界人士 比如周润发就是他的学长 吴若熙则是他的师妹 1982年 欧阳振华产生了做明星的念头 于是当机立段考入了第十一期 无线电视议员培训班 班内可谓是行光璀璨 有梁朝伟 周星植 吴振宇 唐振宗 观礼杰 由于不是靓仔 欧阳振华在班里一直默默无闻 那时候他的气质与现在截然不同 自带几分生人不尽的书了 毕业被《无线签约》录用后 欧阳振华直接从家里飞作戏 至此演变了TVB剧里的《甲乙丙丁》 在《八三版的社交英雄传》中 欧阳振华还意外碰到了虚世的同窗 他演了个乞丐甲 吴振宇演了个路人蚁 周星驰扮演宋斌甲 而他们下届培训班的师妹刘嘉玲 也在其中出演《华征士女》 后来几位未来大咖相承了这部作品的隐藏彩蛋 吸引观众打卡 彼时 1.0版本的欧阳振华 还没有进化成2.0版本的欧阳胖胖 因为脸部轮廓硬朗 所以导演经常安排他演贼匪 某一天 他正在认真地拍摄抢劫金店的戏份 没想到前脚刚走出金店 后脚就遇上了真的警察 对方险些拔枪 幸好工作人员出来解释 纯属乌龙事件 就这样 欧阳振华坚持跑了十年龙套 眼看着其他同学顺遂如意 事业步步高升 周星驰已经和周润发成龙并称为已成双周了 梁超伟已经拿男主资源拿到手软 反观自己呢 事业毫无起色 说不着急那都是假的 同一时期 难兄难弟的周星驰在陪跑了几年龙套后 于1990年 凭借着一部无厘头电影《赌胜》 爆红两岸三地 与周星驰成龙并称已成双周 片酬虽然不及成龙 但也数以百万计 而欧阳药权还是在跑龙套 而且一人分世多绝 在同一剧里 开枪杀人的是他 死的就是他 最离谱的是 有人找他演嫖客角色 似乎像给他了一个很大的恩惠一样 说又有女人抱 又不用多对牌 还有钱赚 欧阳药华很不爽 他觉得这样很油腻 很不尊重人 直接挂到电话 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毕竟大老倪匡还以客串引嫖客为首 欧阳药华对自己的职业选择 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什么时候才能演配角 什么时候能够演主角 雪上加霜的是 他的妻子也对他表示怀疑 这时也提出了分手 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就在这时 欧阳药权发现 同样跑龙套的同学吴志祥 因为找大师算卦 改名为吴振宇 就当上了配角 慢慢红了 他觉得这大师很灵 便让吴振宇带着去找大师改名 大师一听欧阳同学的来历 原来是想红 那还不容易 现在当红明星有什么共通点 名字里都带个华字吗 你要是想出头 就得先镇住他们 改名为欧阳振华 肯定能行 这一改 欧阳药权就变成了欧阳振华 说来也奇怪 改名之后 刘德华与黄志华纷纷离朝外闯 TVB出现了一小波离直朝 自然需要力捧新人上会 欧阳振华的机会终于来了 1992年 欧阳振华首次担任男主角 出演TVB经典剧集《一号黄婷》 这部戏开创了TVB职场剧的显格 一经播出 就立刻受到了观众追捧 该系列剧集已经拍了五部 就这样 欧阳振华意外成了食奶杀手 收获强大的观众员 发福后的他 脸蛋圆润到没有棱角 格外讨喜 低调踏实的模样 也很容易让观众 带入到好老公好爸爸的角色 长相不再是烈士 反而成了优势 接下来 欧阳振华成了首饰复兴 与TVB各大花旦合作 1996年的《最大惊之礼》 他第一次和关永和合作 意外让观众觉得 两人很有CP感 拿下在无限的第一个大奖 最佳惹笑冤家大奖 此后 他和关永和开启了多年的CP之路 每位天王里 他是有点癫狂又搞笑的出神 田魏吉 可关永和也是欢喜CP的路线 两人搭在一起 就是给人很有趣的感觉 角色非常逐步 深受观众欢迎 之后 两人改走路线 驼枪师姐走的是职场剧路线 但欧阳振华饰演的陈小生 和俄姐仍然是最登对的CP 也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 众所周知 驼枪师姐大爆红的那年 是1998年 欧阳振华却突然对外乘慎 已婚消息 表示自己在1996年就再婚了 消息一出震惊众人 其实欧阳振华之前就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他与发型师刘慧如在1991年结婚 但两人性格不合 结婚不到三年就分开了 回复单身后 1995年 另一位食奶杀手陶大宇的前妻阿宝做媒人 撮合欧阳振华与傅杰认识 后来 欧阳振华又反过来撮合阿宝与陶大宇 欧阳振华与傅杰的相知相恋 堪鼻吼相聚 身为豪门千金的傅杰贤 看过欧阳振华所有的戏 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迷妹 就连欧阳振华在《黄金十年》里演的小配角 他都能撬出名字 其实是现在 傅杰贤也时不时重温欧阳振华的老去 顺便在网上卖过齐汉里 而欧阳振华当时并不知道 女方家境如此优惑 两人谈恋爱以后 1996年年末 傅杰突然问道 不如我们结婚吧 我安排你入籍 第二天 傅杰贤买了戒指 第三天 两人直接在加拿大注册了 速度快到令人砸舌 因为妻子的豪门身份 所以两人没有第一时间 对外宣布结婚的消息 欧阳振华倒是承受着压力 继续拍戏 1999年 他金玉满堂里的戴东宫就很出彩 有种古装版美为天王的感觉 童年的喜悦录 宋慈专业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也因此他斩获市地宝座 事业更上一层楼 之后的驼江市角二 金庄四大才子都成为许多TVB儿童的回忆 不过 金庄四大才子里的关永和的CP 就换成了整排老公张家辉 这阵容搭档起来也不回合 直到2013年 欧阳振华因食物卡在喉咙里 导致急性肺炎 险些丧命 抢救回来的他才变得佛系许多 不再那么拼命 但你看 作品还是陆续有的 2015年他拍了东坡家事 2016年有义乌老友记 今年还有伙计办大事 Bobby只是佛系并没有退休的 只是在减少拍戏的时间里 他也有更多的时间和妻子相处 两人志趣相投 戏还热道 婚后没有生育子女 而是坐骑丁克 空余时间经常呼朋唤友相聚 同时 双方懂得给彼此留出适当的空间 婚姻中 原生家庭更富饶的那方 似乎天然占据优势 哪怕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很登对 但只要在财富上差一截 外人难免会有闲话 这时候 强大的内心尤其重要 欧阳振华倒是从起初的愤愤不平 到后期坦然的面对双方条件上的差距 而傅杰仙直接说自己是Bobby背后的女人 对老公几十年如一日的欣赏 结婚多年 两人还是会互相给对方请生 老夫老妻也依然有小浪漫 这样挺好的 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经济差距很大 但欧阳振华也不是没作品 缘分本来就是起于傅杰仙对他的欣赏 结婚后欧阳振华也没有放弃事业 而是事业更上一层楼 成为TVB第一小生 用实力打散外界的闲言碎语 更难得的是 结婚多年 双方都如热恋般 对彼此忠贞不渝 多年来就未曾看到欧阳振华 有什么出轨拦女之事 两人秩序相投 生活惬意 即使当初有不看好的人 到后来也无话可说了 人说婚姻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世人多注重物质上的门当户对 但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其实也同样重要 2017年 56岁的欧阳振华站上北京卫视 跨界喜剧王的舞台 操着一口塑料普通话 让人笑不停 他的80后粉丝感慨 我都要中年危机了 他怎么一点都不显老 2020年4月拍完火急办大事 欧阳振华在合约期满后 结束与TVB长达38年的合作 开始淡出荧幕 同年下半年 欧阳振华开始直播带货 直播间里的人气也相当不错 凭借一口搞笑的塑料普通话 欧阳振华的带货业绩节节攀升 自然就成了不少商家争抢的香饱饱 2021年11月26号 欧阳振华妻子晒合照 请迎婚纪念日 期待下一个25周年 这基本也宣告了 这位老戏骨和绯闻无缘 晚节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不保了 一个月后 欧阳振华宣布与内地公司解约 强调不会再搞直播带货活动了 再一次退出了是非之地 然而没过几天 他又无端地被卷入一场风波里 那年圣诞节期间 欧阳振华在社交平台 分享其庆祝圣诞节的短视频 随后评论区不少用户声称 其实是中国人 圣诞节可以免过 甚至大骂不易 欧阳振华一回应 过圣诞节被骂 我问心无愧 在饱受争议时 有网友翻出了欧阳振华的微博 其一 国庆 他的微博都是一片中国红 这才平稳落地 不管怎么说 欧阳振华用一部部作品 征服过观众 在港全的声色世界里 留下了许多经典 却从未失身 虽为师奶杀手 却几乎零绯闻 至今丁克的他 依然和妻子十分哼慨 表示要留多点时间 给哈尔人世界 虽无异于当偶像 但活成了优质偶像 人们都说这世界上 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不能否认 他和欧阳振华做到了 他对自己的定义十分清醒 但始终没有忘记热爱 他对表演始终热情似火 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自己 终于还是成了一代大明星 其实这样的精神 才恰恰是现如今的小牵手 最缺乏的特质 这特质跟颜值无关 跟品质有很大的关系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